第二阶段考核已经全部结束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考核方向是音乐创造力 一次难度比一次大 浮 创造 崩溃了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原创 但前提是你们敢跨出这一步来去写歌 被限制的状况下写一首歌 以前也没有尝试过 原创我觉得不是几天能做出来的 对于我来说 他又定一个框 但他的框又很大 难的 在进行第三阶段小考核之前 先来公布一下第二阶段的点赞排名情况 只有排名前14位的选手 可以继续站在《明日之死》的舞台上 我要哭了 我要哭了 请大牛 VG 梵国艺 王子慧 李德龙 叶宇涵 看苏北北前往放榜区 李德龙 很遗憾 你将暂时离开《明日之死》的舞台 爸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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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将暂时离开《明日之死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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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将暂时离开《明日之死》